二连败的金门九场篮球队今天在高雄主场周赛事首战 靠着全队四人得分来到胜位数 其中杨江拉莫斯进账29分 21篮板本级个人首场双20带领下以82比71级败蒲源队终止二连败 连续两年选定高雄巨蛋举行主场周的金九 今天与蒲源之战在母企业董事长张明仁坐镇下打出精彩一战 上半场先是苏义静与王太姐两名本土球员挺身而出逆转战局 下半场在杨江拉莫斯持续开火的情况下 张文平与卢光轩更是在比赛最后两分钟连续命中两颗关键三分球 帮助金九在最后阶段摆脱蒲源纠缠 以11分差距收下胜利 金九教练吴俊雄赛后表示 球队在上礼拜赛程结束后针对防守进行了检讨 成为今天压制蒲源的关键 其实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是积极求胜 今天赢的第一场又是主场周 球队一直想要塑造这个氛围 大家输赢都能凝聚在一起 现在只要球队出问题大家都会一起面对 加上豪哥杨志豪也回来了 对我们在解说细节与炒热气氛上有很大帮助 金九今天先发五湖有四人得分来到双位数 其中以拉莫斯的29分21篮版表现最佳 而度过24岁生日的苏利静则有13分演出 赛后他更得到今天受邀担任主场周嘉宾的名模曾智希祝福 让他在记者会上笑的合不拢嘴的 说明天会打得更有利了 金九队苏利静 在生日战拿下全队自高的13分 记着留学胜摄影 分享金九队主场周秦来名模曾智希 担任抽奖嘉宾 记着留学胜摄影 分享金九队主场周拉拉队表演 记着留学胜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